在我第五次给周慈打电话时,他关机了,信息还是十分钟前发的。 宝贝,我在外地谈合同呢,今晚真的回不去了,生日快乐。 我看着眼前精心准备的晚餐,顿时没了食欲。 手里藏着的运简单也被我随手丢在了沙发上。 呆坐半天,我摸了摸尚未显怀的肚子,露出了一抹笑。 只是这个惊喜,周慈还不知道。 想到他之前缠着我要个孩子,还因为我不答应和我置气的样子。 我又拿起手机,给他回,早点回来,不然我就不告诉你惊喜是什么了。 直到睡前,我才接到他的电话。 宝贝,对不起,刚刚手机没电了。 等我回来给你带礼物,早点休息,我爱你。 他气息有些不稳。 我们才聊了几句,他就以时间太晚为由挂了电话。 嘴边那句周慈,我怀孕了又被我生生咽了回去。 我感觉周慈变了。 以前即使再晚,他也会打来视频和我道晚安。 分开的时候,他时常会打着电话哄我先睡着。 曾经他有一次出差,听见我睡得不安稳,加班工作硬是在第二晚赶了回来。 可想到这段时间,他每晚回家倒头就睡的场景,我又不觉心疼。 兴许真的是太忙了吧。 我将窗帘拉开了一余,看月光倾泻于床。 没有周慈的怀抱,我睡得格外不安。 整整一周,周慈都没有回家。 他派人给我送来了不少礼物,都是当季的新品。 香奈儿一向是我最喜欢的牌子。 自从周慈的公司起步后,他每次都不会忘记第一时间给我买来。 我百无聊赖地翻了翻,拿了车钥匙出了门。 我才怀孕一个月,医生说胎像有些不稳。 我拿了报告,一边看着一边应付我妈。 他语气不满,你都怀孕了,周慈还在外地工作,连检查都让你一个人去做。 妈,我还没告诉他呢。 我替周慈辩解。 我妈在那头叹了一口气,酸得冒泡。 你就向着他吧,我看他就是对你不上心。 我笑了两声,抬头却看见一个熟悉的背影。 周慈,他不是在外地吗? 我匆匆挂了我妈的电话,跟了过去。 正准备叫住他时,却看见他转身进了一个病房。 我走了过去,借着眼了半边的门网里看。 而眼前的一幕,是我从未预料到的。 周慈熟忍地抱住病床上的女孩,在他脸上亲了亲。 他掀开他的袖子,在他手臂包着纱布处仔细瞧了瞧。 隔着房门,周慈的声音模糊地传来。 怎么样,还疼吗? 女孩撒娇般嘟起嘴,疼啊,你给我吹吹。 周慈宠溺一笑,真就弯下腰在那纱布处吹了吹,最后还落下一吻。 我捏紧了手里的单子,指甲掐入掌心也未曾察觉。 摸出手机,我给周慈打了电话。 病房里的俩人听见铃声,安静了下来。 女孩一脸不高兴,哼哼着推开周慈。 而周慈,安抚地在他唇上亲了亲,丝毫不避讳地接通了电话。 宝贝,怎么了?你在哪儿呢?什么时候回家? 我竭力保持着平静的语调。 电话里的周慈笑着回,想我了。 而他此刻正被那个女孩缓缓解开衣服扣子。 纤细的手从衣摆下摸了进去,又被他捏住,指尖在手腕轻轻骂萨。 我轻忽了一口气,还是没忍住恶心,干呕了几声。 周慈陡然拍开那个女孩的手,站起身走到窗边。 宝贝,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 他话里满是焦急。 我站在病房外,眼泪墨地涌了出来。 没事,我就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你早点回来吧。 都说让你不要贪吃零食。 周慈说,我今晚就回来,要是还不舒服,给我打电话。 挂了电话后,周慈将果成蝉咏的女孩搂进怀里。 她温生安慰,吃醋了,怎么跟个小孩似的。 女孩流着泪指控她,在你眼里我永远比不上你老婆。 周慈拍着她的背,一点点吻去她的泪水。 乖,不是看上了一个包吗?我给你买。 没过一会,两人就稳在了一起。 女孩埋在她胸口,娇喘着问,你老婆前几天过生日,你还一直陪着我,就不怕她闹。 周慈单手拥着她,另一只手钻进她衣服撩拨,逗得人越发妩媚。 她面色依旧平静,她比你懂事,轰轰就好了。 我在门外录着视频,那个和我朝夕相处了五年的男人,此刻却陌生地不像话。 中间一度我都想冲进去,质问她为什么,却又不想让彼此太过于难看,生生忍下了。 也可能是因为,我想不到那么爱我的周慈,竟然会出轨。 晚上,周慈赶了回来,手里还提着一个包。 她站在门边换鞋,扭过头朝着坐在沙发上的我喊,宝贝。 她摇了摇手里的东西,看,新品,老公给你取回来了。 只是盯着她,我眼眶就开始发酸。 白天那一幕像是做梦般不现实。 可周慈身上的外套都没有换掉,甚至身上还带了一丝不属于她的香水味。 她自己都没有发觉。 等到那抹香浸在咫尺时,我眼泪疏地落了下来。 怎么了?周慈慌乱地搂住我。 她着急地翻出一个袋子,里面装满了药。 是不是肚子还疼,我开了药。 我们先吃磕药。 滚。 我拍开了她的手。 周慈愣了半天,束手无措地端着杯水站在我面前。 没一会,她放了水杯,一腿跪坐在沙发上就要来抱我。 她就像吻那个女孩一样,吻去了我满脸的泪。 就像她说的,我轰轰就好了。 所以周慈放低姿态,耐着性子和我解释,宝贝,对不起,你生日我缺席了。 她掌心搭在我肚子上轻轻揉着。 还有你生病,我也不在你身边。 是我的错,下次不会了。 她鼻尖在我颈侧蹭了蹭,老公重新给你办个生日宴好不好。 我没应声,她呼吸重了些,在开口语气染上了不易察觉的紧张。 陆潮,你说句话,到底怎么了? 周慈,我怀孕了。 我把身后的孕简单递给了她。 警侧的人一瞬间呆住了。 她忙抬头将那张纸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 连落在我肚子上的手都变得小心翼翼。 她笑出了声,陆潮,我要当爸爸了。 周慈埋在我肚子上,轻轻吻了吻。 热泪顺着她脸侧低落,她抱住我的腰,像是难以字一般发出了抽泣的声音。 我别过头,指尖缓缓从她的头上擦过,落在了她肩膀处。 在周慈满事不解,含着轻泪的目光中,猛地推开了她。 我抱着马桶吐得昏天黑地时,她站在一旁。 想要靠近又被我呵斥,你离我远点。 就在我咬着下唇,一脸苍白地注视着镜子里的自己时,周慈也握着拳,面无血色地盯着我。 在漫天的沉寂中她问,宝贝,你去看医生了吗?怎么反应这么大? 看了,我冲了一把脸,走到她面前。 可能宝宝不喜欢你,你一靠近我就恶心。 周慈勉强笑了笑,低难,怎么会呢?宝贝,你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她小心地牵住我,眼底泛着一圈红意。 那股钻心的疼又开始慢慢遍布全身。 舍弃周慈,与我而言,好比抽丝剥茧。 我们相恋两年,结婚五年。 我陪她从一穷二白走到如今人人赞叹的周总。 而她在最风光的时候,却背着我在外面养了个人。 睡觉的时候,周慈和往常一样将我整个人拥在怀里。 我体质弱,四肢经常带着良意。 以前周慈没钱的时候,只能用最笨的方法,用她自己的体温来给我捂热。 久而久之,就成了习惯。 没有她的怀抱,我连入睡都困难。 可今晚,她靠近我时,我总会想到她是如何抱着那个女孩,又是如何温柔地亲吻她。 我将自己裹在被子里,只微微露出头。 周慈连着被子一起抱住我,呼吸倾洒在后颈。 明天我陪你去看看医生。 她说。 好。 她嘀嘀呼了两口气,像是示弱一样哀求我。 对不起,我不知道,惊喜是这个。 之后,我会经常陪着你,不会再让你一个人。 温润的嗓音像是清泉,从前我只觉沁人心脾,如今却是彻骨的寒。 周慈啊,如果那个女孩出现在我的面前,你还能像此刻这般淡然吗? 次日,我坐进车里,周慈就弯腰过来给我系安全带。 宝贝,哪个医院? 她习惯性地要在我唇角亲亲,被我侧身躲开。 人民医院。 我冷淡回应。 周慈腰腹瞬间崩直,在我皱着眉望向她时,又掩饰性地笑了笑。 她骑动车,漫不经心道,那离家最远,怎么去那检查,多累啊。 哦,我翻着手机,我朋友的哥哥在那个医院。 她刚好在产科,能帮上不少忙。 周慈握着方向盘的手一顿,不悦地抿着唇。 不过她到底是没有说什么,沉默半天又握住我手。 我也有医院的朋友,下次别麻烦人家了。 我笑了笑,抽回手,开车呢,专心点。 周慈最喜欢我麻烦她。 她说喜欢被我需要的感觉,她会很幸福。 可能当初那个在梧桐树下红着脸向我告白的城市少年,也不会想到。 多年后,最先动心的她也最先变心。 一路上,周慈的电话响了很多次。 她每次都是直接按断,可对方切而不舍,一直打来。 接吧,万一有什么急事呢? 诈骗电话,不用理。 周慈可能都没意识到她语气里满是无奈。 我缓缓闭上眼睛,手下意识摸上了肚子。 如此看来,这个孩子倒是来得不合时宜呢。 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我仔细回想了下,完全想不出那个女孩是何时介入到我们之间的。 也或许是我太信任周慈,竟是没发现她一点不同。 谁能想到那个在婚礼上哭得像个孩子一样的周慈。 那个说辜负我她就下地狱的周慈。 就这么,安静地背叛了我。 做完检查,周慈还缠着医生。 他昨晚吐得厉害,真的没问题吗? 医生哭笑不得,宝宝很健康,只是妈妈身体有些弱,多不补就好了。 周慈闻言轻松地呼了一口气,却又开始询问各种注意事项。 医生不厌其烦讲解。 其间还含着笑看向我,你先生真的很爱你啊。 换作以前,我必然会搂住周慈的胳膊,大放承认。 但现在,我撇向一脸紧张的男人。 他还爱我,却不只是爱我一个。 周慈将他的爱掰成了两半,一半给了我,一半给了他外面养着的那个小姑娘。 走吧。 我扯住他一脚,别影响人家。 下楼时,我特地走了另一边。 周慈跟在我旁边,搂着我腰还在看手里的检查单。 等走到五楼时,他停住脚步。 怎么不坐电梯? 说着就要把我往回带。 周慈的脚步乱了。 因为那个女孩就站在我们前面不远处,含泪看着她。 我晚上她胳膊,淡淡道,走走吧,我们好久没这样一起走路聊聊天了。 只是没走一步,周慈的身体就僵硬一寸,笑容也越来越勉强。 等到我停在那个女孩面前时,她已经泪流满面。 周慈,我好疼。 女孩开口。 周慈还没有反应,我先正住了。 二十岁的时候,我和她刚刚在一起。 她那时候还是一个穷学生,到处兼职。 有一次被客人刁难受了伤。 我替她处理伤口时,哭得不能自已。 那时我也说,周慈,我好疼。 她慌了神,问我哪里疼。 我指着心口,这里疼。 周慈当时眼眶微红,向我许下了诺言。 路朝,我一定会出人头地的,我会让你过上好日子的。 我素来相信她。 你滚开。 听到声响,我寻着那个方向看去。 只见周慈皱着眉,狠狠推开了女孩拉着她袖子的手。 她朝我轻身而来,宝贝,你别多想,我和她就见过几面。 周慈心疼地替我擦掉泪,我却看见女孩站在她身后。 她不甘地咬着唇,梨花带雨的样子,看起来很是惹人怜爱。 眼眸里却是布满了艳线。 爱上别人的老公,插足别人的婚姻,终究是可恨又可悲。 周慈的声音还在耳边萦绕。 这是我公司的员工,她住的地方发生火灾,受了伤,我来看过她几次。 我和她没有什么的,我也不知道她这是什么意思。 说完她又转过身,历声道, 陈青青,你发什么疯,过来给我妻子道歉。 陈青青低着头,眼泪一滴一滴落在地上。 她始终不发一言,想也不想就知道是在和谁较劲。 周慈也垂眸看着她,而我在盯着她看。 腰间那只手掐得我伸出了疼意,却抵不过心脏传来的窒息感。 我闭了闭眼,走到陈青青面前,捏住她下巴,迫使她仰起头。 既然如此,那就把她开了吧。 陈青青还是年轻,一时忘了身份。 她拍开我的手,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 你凭什么说开我就开我。 她指着周慈,她都没说话。 没大没小。 周慈上前来站在我旁边。 老婆,她就是个小员工,年纪小,别和她一般见识。 我攥紧了手。 在外,倘若周慈叫我老婆就是在提醒让我给她留点面子。 男人喜欢给自己灌上剧内的名头,仿佛这是给自己另一半多大的殊荣似的。 嘴上说着多爱,却丝毫不影响在外插上几只彩旗。 多见啊。 我盯着陈青青,我是周慈的妻子,公司也有我的股份,我没资格。 小姑娘,你不知道我是陆氏的千金吗? 你的老板都是跟着她岳父混的呢。 我慢条丝里从包里抽出纸,擦了擦刚刚摸过她下巴的纸腹。 在周慈难看的神色中,面无表情道,我不仅能开你,你老板,我照样有资格开掉。 路朝。 周慈压着声音喊我。 我吃笑了几声,直直对上她的眼睛。 周慈,现在,我让你开了它。 陈青青是哭着跑掉的。 走前还冲周慈喊,你别后悔。 哪家员工敢这么和老板说话? 说俩人没点私情都不可能。 直到上车前,我都冷着一张脸。 周慈几次想和我搭话都没得到我回应。 车上,她不顾我的阻挠抱住我,头埋在我肩窝。 宝贝,我不是为她说话,就是你这样,我很没有面子。 到时候我怎么服众呀,你不喜欢,她我开了就是了,别生气了。 我闭着眼,扯出一抹苦笑。 是吗? 我看陈青青挺喜欢你的。 周慈闷笑了几声,所以是吃醋了。 她只起身,将我耳侧的头发别到耳后。 然后,在我耳垂上亲了亲,放心,我只爱你一个。 其实读书时,不少人都喜欢周慈。 该怎么形容那时候的她呢? 穷且一尖吧。 在配上娇好的面容,出众的成绩,没有人会怀疑她不会出人头地。 我是周慈的初恋。 她曾说,追你这件事,耗费了我所有的勇气。 她在那棵梧桐树下演练了几百次,告白的时候还是紧张到结巴。 哪像她现在,出轨都还能面不改色。 陈青青确实被周慈开除了。 可她也以自己的名头,在行内给她找了份工作。 这个消息,还是好友告诉我的。 周慈对我从不设防。 出于夫妻间的信任,我从来没有查过她任何账号。 可当我真的寻着一些蛛丝马迹时,也只能感叹一句救人已逝。 原来两人早在一年前就扯上了关系。 相识于陈青青颠沛流离时,可能是从她的身上看到了曾经的自己,周慈的关注格外多。 刚毕业的女孩啊,一心扑在她身上,即使飞蛾扑火。 我从她的社交账号上看到了她们的点点滴滴。 或者说,是陈青青单方面的情愫。 可发布于三个月前的一条帖子让我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 她写道,她今天说对我有一点点心动了,还带我去了迪士尼,我好爱她,好想成为她妻子。 还配了一张周慈很模糊的背影照。 即使这样,我还是一眼就认出是她。 我清楚地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大吵了一架。 因为她想要我为她生个孩子,可我不愿意。 周慈当时是怎么说的呢? 她说,陆潮,你活得太自由了,我怕留不住你。 毕业后,我义无反顾,舍弃出国机会,陪周慈创业。 事业正盛时,我没有选择陪在周慈身边,而是重新拿起了画笔。 梦想实现后,我又开始尝试投资,一度赚得比周慈还多。 周慈说,我有放弃的勇气,却也害怕我会放弃他。 那条帖子下面有一条评论,很简单的两个字,删了。 但最终还是没有删。 周慈的账号是个新号,什么都没有。 我们恋爱的时候,他很喜欢各种形式化的东西。 硬逼着我各个账号都和他绑定情侣。 我嫌他幼稚,他嫌我没有情趣。 甚至我不查他手机,他还会生气。 陆潮,你这个女朋友一点都不称职,你都不担心我背叛你吗? 声音评端多了委屈和难过,周慈哭巴巴的样子我至今仍记忆犹心。 现在想来,倒是我的宽宏大度,让他觉得人生少了些甜蜜,甚至不惜违背誓言寻求。 我抹掉脸侧的泪,正准备关掉手机时,一条信息进来,是一张照片。 周慈拥着陈青青,鼻尖亲密地蹭在他脸颊,笑得眉眼弯弯。 他带他去买了不少东西,现在俩人在酒店。 我还需要跟吗? 眼泪瞬间又涌了出来,我颤着手回,不用跟了。 手机吊在地上砸出声响,我捂着嘴冲进厕所。 苍白着脸瘫坐在地上,我第一次有了无助的感受。 而那个说要陪着我的人,此刻却在别人的床上。 我等周慈等到凌晨三点。 他轻手轻脚开门后,顿时愣在了原地。 宝贝儿,怎么还没睡,我不是说我今晚加班吗? 我疲惫地揉了揉眉心,朝他示意了下,坐下吧,我要通知你一件事。 他脱了外套,先去厨房替我倒了杯热水。 递到我手里时,他不愿开口,手怎么这么凉,你还怀着孕,有什么事不能明天说。 说着就要把我往卧室抱。 我让你坐下。 我命令他。 周慈抿着唇,不发一言将他的外套披在我身上。 闻着不属于他的香味,我恶心地想吐。 狠狠丢在了地上,我按着发疼的眼,往旁边挪了挪。 周慈刚坐下,我就说,我们离婚。 什么? 他猛地站起来,陆朝,你什么意思? 就是你听到的意思,我要和你离婚,周慈。 我拿过桌上的运简单,当着他的面撕了个稀碎。 周慈要来拦我,我将你好的离婚协议书丢在他面前。 签字。 我不答应。 他看也没看一眼,直接用脚踹开了。 周慈拳头捏得咔咔响,整个人像急了暴怒的狮子。 为什么?凭什么?你就直接这样通知我,陆朝,在你眼里,我是什么? 刚回到家,还一脸艳足的男人,此刻尽失一态。 如果我还继续放任他,周慈又准备什么时候和我坦白? 难道等孩子出生后,让那女人来做我孩子的后妈吗? 简直做梦。 我打开手机,翻出当时那段视频,直直放在他眼前。 周慈,你还打算忙我到什么时候?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多令我恶心。 周慈只看了一眼,就拿过手机点了删除,摔在地上裂成两半。 不是,宝贝,你听我解释。 他慌乱着要来抱我。 看到我平静到过分的神情时,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周慈跪在了我面前。 他抱着我小腿,满脸的泪浸湿了那一寸皮肤。 周慈的被往常都是挺得直直的。 他有少年傲骨,从我认识他那一天从未变过。 他曾被不少人为难过,即使满身污秽,却从不肯弯腰。 就好像,只要站得直,什么都压不垮他。 可现在,他像只狗一样,跪在地上求我原谅。 路朝,我不爱他,我只爱你。 我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知道,你也是爱我的对不对,不然你怎么会现在才和我提离婚呢? 周慈的一字一句都像恶臭的泥潭一样,将我们的情谊彻底染上了不堪。 周慈,我蹲下身看着他,听着他乌液的哭声。 我的疼,不比他少。 每次我放不下你的时候,我就会把这段视频翻来覆去地看。 看你是如何亲吻另一个人的,看你是如何背叛我的。 没有一开始就提离婚是因为我怕我太痛苦,而现在,我好像没有那么爱你了。 我一根一根掰开他的手,将那份离婚协议书塞进了他手里。 我什么都不要,你只需要答应我两个条件。 一,我要你彻底断了陈青青的生路。 二,不能和我争夺孩子抚养权,出生后也永远不要出现在他面前。 空旷的客厅只有周慈的哭声。 他紧紧捏着手中的东西,青筋一根根冒了出来。 他从后抱住我,肩膀一颤一颤的,说出的话也不连贯。 我不要,那,是我的孩子。 你,你不能,不能这么狠心。 哪有你狠心? 我轻轻地质问他。 你今天陪了陈青青一天,甚至在酒店和他私混。 我难受的时候,你还是不在。 周慈,我哪有你狠心? 我进屋的时候,周慈坐在沙发上,双目无神。 他恐怕想不到。 那天之后的多少个夜晚,他以加班为由,让我一个人在家。 我也是这样,独自坐在沙发上。 他却是沉溺在另一个女人的温柔箱里。 周慈不肯离婚在我的意料之中。 可陈青青要见我,倒是挺令我意外。 我选了一个高档餐厅。 他来的时候,一脸眷容。 我还没说话,他就哭了。 陆小姐,我错了,我不该缠着周总。 求求你,让他放过我。 哦,我没捎一条,什么意思? 我不该窜多他和你离婚。 现在他和我彻底完了,还断了我所有的生路。 陆小姐,我才二十二岁,我不能就这样完了呀。 我朝他笑,没有掩饰自己的鄙夷。 陈青青,你未免太高看你自己,你以为就凭你,他周慈就要和我离婚。 我倒了杯水,推到他面前。 离婚是我提的,断你生路也是我命令他的。 陈青青顿时止住了哭声,恶狠狠盯着我。 我招来服务员,点了几道菜,然后把菜单递给了他,看看想吃什么,以后再想吃机会难得了,毕竟你没有周慈了。 我不稀罕。 陈青青将菜单挥到地上,服务员适时退了出去。 没一会,菜就送了上来。 这家店价格高昂,以前没和周慈在一起使我常来。 他太穷,根本请不起我来这种地方。 为了顾及他的自尊,我也只带他来过一次。 那时周慈只看了一眼价格,就吓得合上了菜单。 面色闪过一丝难堪,因为他根本付不起我那顿饭钱。 直到他事业起步后,他才有了踏足这些地方的勇气。 想来,他应该带陈青青去过不少这种地方。 人嘛,有钱了总是要装装逼的。 我笑了笑,清抿了一口茶水。 你说你才二十二岁。 我看着陈青青,这么年轻就想着走歪门邪道。 不理会他的难堪,我缓缓继续, 你不过就是周慈的一个消遣,还满身心地将自己搭了进去。 简直愚蠢。 那又怎样,他那么爱你还不是出轨了吗? 陈青青气鼓鼓地瞪着我。 我夹菜的手愣了两秒,转了个方向放进了他盘子里。 放下筷子后,我看着他。 所以呀,你还爱他什么呢? 他连名分都给不了你。 你这个年纪,应该想着怎么提升自己, 而不是想着怎么插入别人的婚姻。 周慈看似风光,我却可以将他的成果亲手给毁掉。 就像毁掉你那么简单。 陈青青难以置信,张着嘴却不敢再说一句话。 我擦了擦嘴,站起身走到门口。 陈青青,我就不了你,这是你欠我的。 我和周慈从来都不是我受制于他, 所以你也别妄想他会帮你。 出餐厅时,我又想到什么,退了回来。 服务员上前来询问我。 我笑着回,钱让刚刚那位女士傅不要从我账上扣。 还没到家,我妈就打来了电话。 那个周慈跪在家门口好久了,多晦气。 你打他没? 我边寄安全带边问。 我妈冷哼了两声,我都懒得看他一眼, 还没混出个样子,就学人家出轨。 我笑了笑,没回话。 我妈听见我这边的动静,问,开车呢? 那我先挂了,你注意点。 挂电话前,她还是没忍住。 滴滴叹了一口气,她轻声说, 你爸替你出气呢? 合作全断了,周慈公司应该受创挺严重的。 我是支持她的,不过你要是不赞成, 我们也尊重你。 眼眶微酸,想了半天我还是没有阻止。 到家后,我远远就看见了那个跪在院子里的身影, 脊背依旧挺得直直的。 周慈,我走上前,别在这跪着了, 我爸妈看了爱眼。 男人听见我的声音,满是惊喜地看着我, 却在听见我的话后,一瞬间红了眼眶。 你不原谅我,我就不起来。 如今,正是快要迈入冬季的时节, 寒风凛冽,吹在脸上,像刀子般疼。 周慈只穿着一件单薄的风衣, 露在外面的那双手,早已冻得通红。 看着这一幕,我却想到, 结婚后的前三年,每个冬天, 他都带我去北方看雪。 他拥着我,将我的手握在他掌心暖着。 漫天的雪落在我们身上, 周慈笑得明媚。 今生共白头,永远不分离。 也不过又两年的光阴, 而这之后,再无陪我看雪的人了。 一件厚实的外套从后面搭了上来, 我回头就看见了我妈。 多冷啊,别冻着。 我爸站在我妈旁边, 温暖的大手摸了摸我头发, 眼睛都冻红了。 我错开他们的视线, 微微仰头,憋回去了眼中的泪。 周慈朝他们磕了一个头, 爸,妈,别乱喊, 我可没有你这个儿子。 我妈拉着我,往后站了一步。 我低头就对上了周慈那双红的 几乎快要流血的眼睛。 周慈,我轻声开口, 签字吧。 你公司都在等你, 你答应离婚, 我爸就不动你。 你若是不答应, 我避毁了你。 周慈虽在流泪, 我却看出了他眼里的迟疑。 毕竟曾经, 也是有了我的帮助, 才有了他今天的成功。 我能助他, 亦能毁他。 况且, 他一个不过几年的公司, 怎么能与我世代相传的事业抵抗。 那晚, 周慈没硬话, 却在我进门前哭着求我, 我一时糊涂, 想要一份全心全意的爱, 可是我在你身上感受不到。 陆潮, 你才是我最爱的人, 就不能不离婚嘛, 有你的地方, 才是我的家呀。 他在寒夜中跪了一晚, 清晨才离开。 周慈答应离婚, 但他不同意我提的要求。 耗了将近两个月, 我们再一次心平气和坐在一起。 此刻我肚子已经开始显怀, 周慈却是消瘦得可怕。 沉默半天, 他目光落在我肚子上, 又不敢再触碰。 他颓废地坐在沙发上, 朝我指了指桌上的协议。 陆潮, 你提的第二点要求, 我不答应。 像是很艰难般, 他手撑着泛红的眼角, 祈求我。 我是孩子父亲, 我不和你争夺抚养权, 但你不能让我不见他。 协议他改了不少, 财产给了我大半。 他的要求只有一个, 每个月见孩子一面。 可我不想答应, 周慈, 我的条件, 绝不更改。 你要实在不答应, 我们就法庭见, 然后我会出国。 到时候, 你连远远看一面都不可能。 从我搬走后, 家里越来越空了。 厨房一看, 就是好久没有人踏足。 满屋子都是各种育儿书。 我无声地笑了笑, 现在后悔又有什么用呢? 周慈崩溃了, 路潮, 你不能这样对我。 那好吧。 我站起身, 我们没有谈的必要了。 路过他身旁时, 他拉住我, 卑微地跪在我脚边。 我求求你, 路潮, 求我没用。 我挣开他的手, 毫不留情, 既是谈不拢, 那你就看着自己的事业 即将毁于一旦吧。 为了给他施压, 我不仅从他的公司撤了股, 还回到我爸公司, 抢了他不少资源。 周慈状态日渐低下, 分在公司的心也越来越少, 已经引起了不少人不满。 好多人已经离职。 再这样下去, 他迟早会垮。 那时也根本没有实力 和我争夺孩子的抚养权。 他也料到了这点, 贪坐在我脚边。 你对我太狠了。 他说, 我以为我们就会这样了。 终将是撕破脸皮, 法庭上争锋相见。 只是还没走出几步, 周慈就在身后 叫住了我。 他掩着面, 泪水从缝隙中流了出来, 映出了他狼狈的样子。 好, 我答应你。 陆朝, 你退一步吧, 生孩子的时候 让我去看看你好吗? 这一年的寒冬, 罕见地下起了大雪。 周慈给我送来了一份礼物, 是他冒雪 亲自去寺庙求来的平安符。 他未曾见我, 只是送来了一封信。 今年没有陪你去看雪, 许是上天听到了我的期盼, 将雪送来了你眼前。 平安符是我跪拜求来的, 没有其他什么意思, 只是希望你平安。 听说, 周慈一心扑在工作上, 短短数月, 竟冒出了不少白发。 他的办公室, 摆满了整整一排的育儿书。 我听闻也只是笑笑。 遗憾走在了浪漫前面时, 再多回答都没了意义。 可当我得知周慈胃癌晚期的消息时, 还是有些错愕。 年轻时候, 因为创业艰难, 没少被人灌过酒, 却一杯没进过我的肚子。 那时候的他, 只会紧握住我的手, 摇摇头笑着说, 舍不得你受一点委屈。 我曾经幻想过, 无数次在医院, 一起迎来我们共同孕育的小生命。 唯独没料到, 是我怀着我们的孩子, 去见他生前最难挨的时刻。 我就知道你会来。 病床上的周慈脸色苍白, 嘴边的清茶, 使得他看起来更加虚弱。 他歪头盯着我, 唇角勾起的弧度很大, 眼角细细的皱纹被斩了开来。 我拉了一旁的椅子坐下, 面无表情看着他, 我只是想来提醒你, 财产转让书别忘了。 他放在床边的手猛然收紧, 半嗓又收回去, 撑着身体坐了起来。 路朝, 我都要死了, 可能都等不到我们的孩子出生。 他突然激动地往前拉住我的手。 这段时间, 你陪陪我好不好? 我皱着眉, 用力推他, 却没推动。 周慈见我如此地抗拒, 情绪更加地失控, 竟然直接按住我的后颈。 我还来不及出生, 就被他压到了床边。 孩子, 孩子, 助手, 周慈。 腹部传来的挤压感让我害怕, 趁着他失神我用力一拳垂在他眼睛上。 啊他痛苦地闷哼着, 又被我用力推倒在床下。 我慌忙站起身, 静止往门边退去。 路朝, 你不能走。 周慈的眼眶红肿, 弥漫着层层水雾, 因为吼叫五官都开始变形。 你骗我的, 是吗? 反手拧着那扇打不开的门, 我轻声质问他。 他像是没料到我这么平静, 好半天没反应过来。 着急朝我走来后, 又看看往后退了一步。 隔着大概一米的距离, 他平复着呼吸, 用力扯出一个笑。 没有骗你, 是真的。 我都要死了, 你还不能原谅我吗? 是吗? 我笑出声, 眼神锐利地打量着他并不消瘦的身体。 从包里翻出录音笔, 我按了播放。 那位先生只是两天没有进食, 身体有些虚弱。 但是他强烈要求最近住进重症病房, 并交代我们宣称他是胃癌晚期。 他塞了不少钱, 院长让我们所有人都要保密。 医生的话一字不落地传出, 周辞脸上的最后一丝血色也消失殆尽。 从一开始听见他胃癌晚期的消息, 我就心存疑惑。 我和他每年都会按时体检, 照理说这种情况不该发生。 在得知他住进的这个医院后, 我就更怀疑了。 不去知名医院, 反而住进一个名不经传的小医院。 即使他解释说是想剩余的时光平静度过, 我也根本不信。 在来之前, 我就已经找人查清楚了。 周辞还是不明白。 他不及我, 他想隐瞒的我稍微动动手就能查到。 那又怎样? 他上前双手握住我的肩膀, 力度大的直接使我砸在了门上。 我小心地护住肚子, 守在身后悄悄拨了一个电话。 我就是想你能够原谅我, 我有什么错? 你怎么这么狠心, 说不要我就不要我了? 周辞说着说着, 开始崩溃, 眼泪一颗一颗往地上砸。 是你先放弃我的。 谁先辜负真心, 谁就下地狱, 也是你说的。 周辞, 我定定地看着他, 看着他在我的眼睛里试图找到曾经的自己。 周辞痛苦地抱着头蹲在地上。 他抹了一把泪, 微扬起头, 不知道是说给我听还是说给他自己听。 我是爱你的, 真的, 我只是一时糊涂。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肯定不会再做出这样的事。 像是说服了自己, 他又站起身, 讨好地朝我笑。 等孩子出生后, 你也去找别人。 我继续拧着门, 假装在认真听他的话, 终于感受到了门外开锁的动静。 门被打开的瞬间, 周辞的话也应声落下。 我不会介意的, 你可以报复我, 只要你不离开我, 我什么都愿意。 是吗? 可是我不愿意。 我迅速往门外站了两步。 陈青青看了我一样, 哭着上前抱住周辞。 你, 周辞的话还没来得及说完就被打断。 陈青青开始大哭周辞, 我知道你活不久了, 没关系, 我会照顾你的。 陆小姐说同意我们在一起, 特地提前告诉我, 让我来找你。 最后的时光, 我陪你度过, 不会让你孤单一人的。 周辞被紧紧抱着, 一时竟然推不开。 张着嘴半天, 说不出一句话, 只是震惊地望着我。 我摸了摸肚子, 笑出了声。 祝福你们。 胃癌晚期患者和重度恋爱脑患者。 走前, 我又好心地提醒道, 对了, 你剩下的一半家产, 别忘了分给他一半, 他因为你都找不到工作。 做人不能这么狠心, 说不定哪天就真得下地狱了。 露潮, 身后的怒吼声响彻整层楼。 下楼时, 我和正往楼上赶的警察打了个照面, 把录音笔交给了他们。 被全力蒙蔽的人也终将被其反噬。 人要是没了底线, 和谈为人。 露西出生那天, 万里无云。 我在手术室待了一天一夜, 直到听见她的啼哭声, 心头的那块石头才落了地。 病房里叽叽喳喳了好半天才安静下来。 周慈站在病房外, 看着人进人出, 始终没有踏进来一步。 偶尔的对视间, 只见她双眼通红, 眼下却是明显的乌黑。 我将孩子放在旁侧, 只留给了她一个背影。 后来, 她找人给我送来了一份财产转让书, 这包含了她大半的身家。 我毫不犹豫地签了。 露西两岁时, 好奇地问我, 妈妈, 我的爸爸呢? 我想都没想, 她死了。 她难过了好久, 后来也逐渐接受这个事实, 自己到处认爸爸。 我没想到我的回答会一语成衬。 露西这辈子就见过周慈两次, 一次是她出生时, 尚未有意识, 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 是在周慈的葬礼上。 她问我这人是谁? 我答, 故有。 周慈忧思过度, 劳累成疾, 四十岁时因病去世。 她将所有财产都留给了我。 我以露西的名义全部捐了出去。 周慈曾在我的生命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而后, 一笔带过, 全文完。 我和胡雪珠说是闺蜜, 其实更像是姐妹。 她是姐姐, 我是妹妹。 她从十六岁开始, 被我妈妈接到我们家, 与我同吃同住同一个学校。 爸爸曾不同意, 觉得我妈妈的行为太过自我, 她为了理想去云南之教三年。 期间连自己的女儿什么时候出巢都不知道, 现在却要用满腔的爱来浇灌别的小孩。 可妈妈说, 胡雪珠身是可怜, 明明有极高的音乐天赋, 却因为无父无母, 家里穷困, 根本没法继续读书。 她想资助胡雪珠, 让胡雪珠可以和我一样, 拥有璀璨的未来。 我爸最见不得我妈掉泪, 又见我已经亲切拉着胡雪的手, 叫姐姐。 只得为我们母女俩让步, 默许收养了胡雪珠。 我家里条件算不错, 爸爸做生意, 就算为胡雪珠提供与我一样的待遇。 上一年20W学费的贵族艺术高中, 我们的生活质量也没有下降。 相反, 因为胡雪珠的到来, 我和妈妈的关系有了很大的缓和。 我对她本来是喜欢和感激的。 谢谢她将我的妈妈带回给我。 直到我15, 她19那年, 家里发生了一件事。 我才错愕认识到, 东郭先生和蛇的故事, 其实不只是故事。 胡雪珠她面容娇美, 就算在遍地都是俊男靓女的艺术高中, 依然蝉联了两年的校花宝座, 是全校公认的女神。 向她表白的男生很多, 时常会送她各种各样的礼物。 偶尔, 她也会向我抱怨, 唯唯, 有时候我真的好羡慕你啊, 可以享受自在的校园生活。 不像我, 走到哪里都会被人关注, 一刻也不能放松。 其实, 我听得出, 她言词之间的炫耀, 可我并不在意, 因为她不只是我的朋友, 更是我的家人。 我笑着回她, 因为你优秀嘛, 所以她们都很喜欢你。 可她们太幼稚了, 我还是更喜欢成熟的男人。 温柔体贴又风趣。 我看着她满怀董景的样子, 忍不住说你你一定会遇到的。 嗯, 我已经遇到了。 谁啊, 我好奇问她。 她笑笑不语。 那时, 我真傻, 怎么也没有想到, 她口中的男人, 竟然会是我的爸爸。 撞见他们龌龊行事的那天, 是钢琴班的老师临时有事, 让我提早回了家。 刚放下书包, 就听见书房传来奇怪的声音。 我怀着不安的心情, 悄悄靠近。 隔着虚眼的房门, 我看到胡雪珠跨坐在父亲的腿上, 双手挽着她的脖子。 那一瞬间, 有什么东西在我脑子里炸开。 我用力地推开了门, 冲着他们大声质问, 你们在干什么? 爸爸的脸色立刻变了, 他伸手去推胡雪珠。 胡雪珠倒是一点儿不慌, 他慢吞吞地从爸爸身上下来, 整理了有些褶皱的衣摆。 他的头发有些松散, 整个人透着一股妖魅的气息。 纵然我再怎么未经事事, 也知道刚才他们两个人的举动不正常。 爸爸连忙开口解释, 唯唯,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那是怎样? 我指着胡雪珠, 他为什么会坐在你的腿上? 胡雪珠将碎发撩起, 刻意露出脖子上明晃晃的红痕, 我想我爸爸了, 叔叔刚才在安慰我。 我冷冷一笑, 那用得着抱在怀里安慰吗? 胡雪珠的解释, 狗都不信。 爸爸有些慌了, 他似乎想说些什么, 却被胡雪珠温柔地安抚, 别急, 我会跟薇薇说清楚。 胡雪珠走到我面前, 我们单独聊聊, 你要怎么解释刚才的事? 胡雪珠拉着我走进他的房间, 床头挂着我们的合照, 曾经亲密无见的样子, 现在怎么看怎么讽刺? 解释, 我为什么要解释? 胡雪珠忽然笑了, 唇角西右色的唇又糊了一片, 看着令人刺目。 我捏着拳头, 偏过头部去看他, 他反倒从容坐在椅子上, 双手交叠放在腿上, 像个娇贵的公主, 事实就是你看到的, 没什么好解释的。 胡雪珠, 你不要脸, 从小养成的良好教养, 让我连骂人都不会。 胡雪珠并不生气, 唯唯, 你知道什么是喜欢吗? 我不懂, 但我知道做小三就是不道德的行为。 我妈妈好心收养你, 你就这么报答他吗? 我很气愤, 当初妈妈是看胡雪珠可怜, 才带他回来的。 没想到他不仅不感恩, 居然在背地里勾我爸爸。 胡雪见我这么生气, 也不装了。 林薇薇, 你不也讨厌你妈吗? 现在装什么大校女? 我承认我爱上林天峰, 可那又怎样, 是你妈不懂珍惜这么好的男人, 把他越推越远。 我为什么不可以和他在一起? 我从没想过, 胡雪珠能无耻到这种地步。 这场谈话已经没必要继续, 我现在就要把这件事情告诉我妈。 就在我准备离开之际, 胡雪球的一句话让我停在原地。 小朋友要去跟妈妈告状吗? 怎么? 你怕了? 胡雪珠笑了一声, 眼唇轻笑, 一副看戏的表情。 林薇薇, 你还真是愚蠢, 胡雪珠连起笑意, 眼神冰冷, 如果她知道最亲近的人背叛了自己, 你觉得她能承受得了这样的打击吗? 我一时语色, 对于这一点, 我的确没想到。 我妈妈是个温婉的江南女子, 她性情温顺, 善良大方, 可这样的她也有致命的缺点, 眼里绒布的沙子。 一旦知道爸爸和胡雪珠双双背叛了她, 她肯定会崩溃的。 我不甘心, 可我什么都做不了。 胡雪珠慢慢走到我面前, 把手搭靠在我肩上, 轻声, 唯唯, 你只要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就好, 我们依然是最好的家人。 我会和你一起, 爱你的妈妈。 人怎么可以这么无耻, 我必须得找个合适的时机, 和妈妈摊牌。 胡雪珠的行为越来越过分, 她公然在妈妈的眼皮底下, 向爸爸投怀送抱, 两人浓情蜜意的样子, 让我感到十分恶心。 每每这个时候, 妈妈总是一脸欣慰地看着他们, 以前还说不愿意小雪留在家里, 现在好得跟亲生妇女一样。 好几次我和妈妈暗示, 他们的关系并不简单, 但她却只是微笑着抚摸我的头发, 唯唯这是吃醋了, 放心, 你永远都是爸爸妈妈最爱的小公主。 妈妈什么都不知道, 甚至还在为胡雪珠的生日准备惊喜。 我越来越难受, 恨不得用刀直接杀了这对狗男女。 但想到我要守护妈妈走出阴霾, 脑子就冷静了下来。 我买了一个能录制高清视频的手机, 想要拍下他们暧昧的证据, 但第一次做这种事没什么经验。 拍照的时候, 声音忘了关掉。 胡雪珠寻声发现了我, 她淡定地穿好衣服走到我面前, 直接抢走了我的手机。 唯唯, 你忘记我们的约定了吗? 她明明在笑, 可笑容却让我不寒而栗。 我往后退了一步, 她将我的手机重重地摔在地上, 朝我步步紧逼, 为什么你学不乖呢? 我求助地看向书房内的爸爸, 爸爸, 唯唯别闹。 爸爸正低着头在慌乱地整理衣服, 似乎没想到自己会再次被我抓到。 令我更为失望的是, 面对胡雪珠对我的威胁, 她头都没抬, 就开口让我别闹。 衣服穿好, 她应该是不知道怎么面对我, 直接说了公司有事要出差几天, 就离开了书房, 把我丢给了胡雪珠, 让胡雪珠跟我聊。 我的心彻底凉透了。 妈妈说, 我是他们最疼爱的小公主, 可她不知道, 爸爸现在眼里心里, 都只剩下胡雪珠。 你非要把好好的家庭拆散, 才甘心吗? 胡雪珠逼问我, 啊, 好好的家庭。 我怒瞪着胡雪珠, 这不要脸的狐狸精, 她怎么敢说这样的话? 我幸福的三口之家, 早就因为她分崩离析, 只是妈妈还蒙在鼓里罢了。 唯唯, 别再惹我生气了。 胡雪珠弯腰捡起地上的手机, 塞进我的手里, 今天我就当没看到你, 乖乖做你的小公主, 别再来打搅我和叔叔。 说吧, 她俯身凑近, 在我耳边滴雨, 可你要为你的不乖, 付出一丢丢代价。 我以为胡雪珠只是故意吓唬我, 她只是个学生, 除了勾引我爸, 还能有什么本事。 可我低估了胡雪珠的手段, 她在人前半楚楚可怜, 故意讨好我, 等到了没人的地方, 又开始讽刺挖苦。 林薇薇, 你马上就会知道得罪我的下场有多惨。 我没理会她的威胁, 因为我在等妈妈回来。 妈妈被领导外派去林省参加组织学习, 要一周才能回来。 等她回来, 我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她。 可我还没等到妈妈回来, 却先等来了校园霸凌。 喜欢胡雪珠的男生看不惯我, 把我堵在厕所里, 扇我耳光。 林薇薇,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欺负我们学女神。 就是, 就她那副呆头鹅的样子, 雪珠不嫌弃, 她就不错了, 她居然还敢甩脸子。 谁给你的胆子, 脸上火辣辣的疼, 自小没吃过什么苦头的我, 疼得直掉泪。 霸凌者又怎么会因为我哭了就收手, 他们抓着我的头发朝墙上撞, 嘴里骂骂裂, 丑八怪, 再哭弄死你信不信。 我被吓得不敢哭, 只能紧咬着嘴唇, 不发出任何声音。 直到上课林响, 他们才大发慈悲地放过我。 我无力地跌坐在地上, 蜷缩成小小的一团, 难过地哭出了声, 妈妈, 我好想你。 我终于明白, 胡雪珠的那句话, 不只是威胁而已。 接下来的几天, 霸凌仍在继续。 虽然我找过老师, 但也只是批评了事。 这之后, 他们对付我的手段更狠了。 他们用燃烧的烟头烫我, 将我关在厕所的隔间, 再从上面把洗抹布的脏水 泼到我的身上。 学校生活俨然成了我的噩梦。 我掰着手指头数日子, 再等等, 再等等就好。 只要妈妈回来, 一切都会变好的。 我满怀期望, 却迎来了生命的至暗时刻。 妈妈满身是血, 她看着我, 那双空洞的眼中满是绝望。 啪, 书包掉在地上, 我顾不上去捡。 双腿像是灌了牵, 我跌跌撞撞奔向妈妈的身边, 看着烟红的血液从她口中溢出。 我手足无措地, 用手擦拭着妈妈嘴角的血迹, 可是越擦越多, 怎么也止不住。 唯唯, 对不起啊, 妈妈红着眼看我, 妈妈不能陪你了。 不会的, 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眼泪模糊了视线, 我笨抽地安慰她, 我会救你, 对, 我要救你的。 我从书包的侧面翻出手机, 不顾满手鲜血, 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是120吗? 这里是沿河小区, 请快点派救护车来, 我妈妈, 我妈妈她, 我强迫自己保持冷静, 现在不是哭的时候, 我妈妈跳楼了, 她现在状况很不好, 求你们快点过来。 她的生命正在急速流逝, 视线不再清明, 就连呼吸也变得微弱。 妈妈, 不要睡着, 我紧握着她的手, 声音都在颤抖, 我还有好多话没跟你说, 你说过这次回来会带我去看海的, 我从没觉得距离死亡这么近。 我不断在她身边呼唤, 祈祷着妈妈能听见我的声音。 我们会救你妈妈, 你一定要坚强。 救护车来了, 急救医生利落地将担架拿出来, 年轻的女医生拍拍我的肩, 温柔地安慰。 我重重地点点头, 眼看着妈妈被抬上担架, 从她的右手里 掉出一团纸, 上面早已经被血迹染红。 可现在, 我过不得这些, 只能将那团沸红的纸揣进兜里, 跟着救护车一起到了医院。 妈妈被推进手术室, 室外的红灯亮起。 我颓然地坐在地上, 身体止不住地颤抖。 不知过了多久, 爸爸终于来了。 喂喂, 你妈她怎么样了? 我低着头, 什么都没说。 你说话啊, 爸爸激动地抓住我的肩膀, 用力地摇晃, 你妈到底怎么了? 我一回来就听到邻居说她跳楼了, 好端端的, 她怎么会跳楼呢? 她演得真好啊, 好到我都以为她真的在乎妈妈。 我掰开她的手指头, 冷冷地看着她, 妈如车里面做手术, 我不想和你吵。 从她和胡雪珠勾搭成肩, 放任她对我的欺凌, 我对她就再也没有所谓的妇女情。 她没再说话, 只默默地坐在旁边的椅子上。 八个小时后, 手术室的灯灭了。 我急忙迎上去, 医生, 我妈怎么样? 她没事吧, 手术顺利, 但病人还没有脱离危险。 要在重症监护室里, 观察24小时, 如果到时候, 生命体征正常, 就算成功了。 外科主任摘下口罩, 又看了一眼我爸, 家属要做好心理准备。 这番话意味着什么? 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 妈妈被推进ICU, 我只能隔着门窗看她。 她浑身插满了管子, 就连呼吸都要依靠仪器输送。 唯唯, 我今晚在这里守着, 你明天还要上学, 先回去休息吧。 我不走, 我要留在这里陪着妈妈。 唯唯, 听话。 换做以前, 我一定会乖乖听话。 可现在, 我已经不想再当愚蠢的乖乖女了。 我转过头, 妈妈躺在这儿, 我哪儿也不去, 我就在这里守着, 等她醒来。 我在ICU外守了一天一夜, 妈妈的状况终于稳定下来, 已经转到普通病房。 但奇怪的是, 她没有任何醒来的征兆。 医生说, 很可能是坠楼时, 颅内血块压迫神这种昏睡的状况, 可能会持续很久。 简而言之, 妈妈变成了植物人。 我好像一夜之间长大了。 之前总是需要妈妈疼爱的小姑娘, 终于也可以照顾妈妈。 虽然医生说, 妈妈的状况不容乐观, 可我相信, 她一定不会丢下我的。 我握着妈妈的手, 在脸颊上蹭, 就像小时候妈妈将我抱在怀里, 她总是会温柔地抚摸我。 妈妈, 早点醒过来吧, 我想你了。 口袋里的那团, 纸割得我难受, 我伸手拿出来, 上面的血迹早已干, 泛着紫黑色的痕迹。 当纸团摊开, 我终于明白, 妈妈为什么会走上这条绝路。 那是一张运检报告, 上面赫然写着, 宫内妊娠, 单活胎, 孕期四周。 胡雪珠, 你怎么敢? 我也没想到她会跳楼啊。 那个老女人真是晦气, 我刚刚到家, 就听见胡雪珠在客厅里和人打电话。 愤怒让我丧失理智, 我静止冲向胡雪珠, 她毫无防备地被我按倒在地上。 我抓住她的头发, 发狠地往地上撞。 林薇薇, 你是不是疯了? 她痛苦地哭喊, 我全当听不见。 如果不是因为胡雪珠, 妈妈根本不会跳楼。 她是罪魁祸首, 我恨不得杀了她。 喂喂, 你在做什么呀? 爸爸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的。 她将我从胡雪珠身上拉开, 我知道你妈出事了, 你心里难过, 可你也不能把气撒在小雪头上。 对, 我当然不能只把气撒在她身上, 还有你呀, 我转过身发疯似地咬她, 你们这对狗男女, 你们不得好死, 她疯了, 她真的疯了。 天风, 你看她把我打的, 你要为我做主啊。 胡雪珠哭得梨花带雨, 刚才我下手极狠, 根本没有留情, 她的脸上都是血。 那又如何, 她还能好端端地站在这里告状, 可妈妈只能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叫天天不英, 叫弟弟不灵, 我应该杀了你的, 杀了你。 她, 从小到大, 我爸没打过我, 可今天, 她却为了这个破坏我们家庭的女人, 动手打我。 我捂着脸, 泪水在眼里打转, 我紧咬着下唇, 才让自己不至于太狼狈。 知道妈妈为什么会跳楼吗? 是因为你, 让这个贱人有了孩子, 我将运检报告甩在她的脸上。 你现在是不是很失望, 妈妈还活着, 你想扶她上位, 你做梦, 唯唯说的, 都是真的。 活血猪的脸色很不好看, 她看上去有些紧张, 伸手想要挽住爸爸的胳膊, 却被避开了。 天风, 你听我解释, 我不知道她那时候回来, 我本来想给你个惊喜, 可是没想到, 她红了眼, 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 你怎么会有我的孩子, 爸爸的声音有些沙哑, 充斥着不敢置信, 活血猪文言, 拉住爸爸的手, 放在她的肚子上, 天风, 这是上天赐给我们的孩子, 你不高兴吗? 狼情惬意, 多美好的画面。 可我只觉得恶心, 渣男小三, 他们怎么不下地狱呢? 可是爸爸并没有想象中的高兴, 他收回手, 眸色冰冷, 我每次都做了错事, 可能有孩子, 除了你还能有谁, 你是我唯一的男人, 林天风, 你现在想赖账吗? 我懒得理会他们的纷争, 直接走到妈妈的房间。 着卧他已经很久不睡了, 他总会为了学生奔波, 早出晚归, 为了不影响爸爸的睡眠, 几年前就已经搬到次我。 屋内的陈设很简单, 一张床一张书桌以及衣柜, 还有就是放在墙角的行李箱, 他还没来得及收拾。 我打开行李箱, 想将他的东西整理出来, 等妈妈醒来, 也会开心点吧。 可我不知道, 我打开的是潘多拉磨盒。 行李箱里放的, 除了一些衣物, 剩下的都是诊断报告, 以及几瓶白色药瓶, 百度检索出的是治疗抑郁症的药物。 妈妈竟然得了抑郁症, 那么爱笑的妈妈, 怎么会得这种病呢? 我试图找出妈妈抑郁的原因, 将行李箱整个翻出来, 终于在加层里面找到一本日记本。 2016年10月19日, 我发现老公出轨了, 在他的衬衫上有女人的口红印。 我有点害怕, 但又不敢问他。 2016年10月20日, 小雪今天彩排了话剧节目, 她和我分享彩排中的趣事。 我盯着她的嘴巴, 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 原来她衬衫上的口红, 是小雪留下的呀。 那应该只是个误会, 我最亲的人怎么会背叛我呢? 一定是我的错觉。 2016年10月21日, 我还是不放心, 所以偷偷装了监控。 如果是一场误会的话, 我会主动认错, 老公会原谅我的吧。 2016年11月13日, 他们经常在我出差的时候偷情, 有时候在卧室, 有时候在客厅。 好恶心啊, 可是怎么办? 我不能拆穿, 唯唯那么喜欢他们, 知道的话会很难过。 我欠了唯唯太多。 这次, 我想守护她的幸福。 2016年11月27日, 最近我的精神状态越来越草高, 我想我需要看医生。 2016年11月28日, 今天去看医生, 诊断结果是抑郁症。 可我明明在笑啊。 2016年12月22日, 医生说我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我真的很想死啊, 可是我还得陪着薇薇。 2016年12月23日, 我决定去外省治疗, 等回来的时候, 就是全新的我。 到时候, 我想带薇薇去看海, 就我们两个人。 看到这里, 我早已经泪流满面。 原来妈妈, 她什么都知道。 她在我的面前故作坚强, 只是想守护我的幸福。 为什么, 我没有更早一点发现。 聪慧如她, 怎么可能毫无察觉。 最亲的人当面背叛, 可她却只能微笑着 承受所有的苦楚。 所以, 那张运检报告, 成了压死她的最后一棵稻草。 妈妈, 你好傻。 我抱着日记, 哭到不能自疑。 爸爸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门口, 他看着我哭得厉害, 忍不住也红了眼眶。 唯唯, 都是爸爸不好, 爸爸向你道歉。 你别进来, 他太脏了, 他不配踏进妈妈的房间, 我跟学校请了长假, 守在妈妈的身边, 哪也不去。 他只剩我了。 妈妈是个孤儿, 曾经爸爸是他的依靠。 后来有了我, 我就成了妈妈的精神支柱。 尽管, 他总是在外面奔波, 可我知道, 他只是希望能让更多可怜的孩子, 拥有美好的未来。 年幼时不懂, 现在懂了。 爸爸和胡雪珠的关系, 似乎疏远了。 可是还不够, 妈妈经受的痛苦, 总得加倍还回来才行。 可我太弱了, 想要对付他们, 只能从长计议。 爸爸每天都会来医院, 可他从不敢进病房。 因为我那天跟他说, 你太脏了, 不要靠近我的妈妈。 他再也没有踏入病房半步, 每次只在门口远远地看着。 今天也是。 爸爸在门外逗留了半小时, 正准备离开的时候, 我喊住了他, 爸爸。 我看着他有些僵硬的背影, 慢慢地转过身来。 爸爸瘦了, 最近公司医院两边跑, 加上还有胡雪珠没事找事, 想来他的生活并不轻松。 维维, 你终于肯叫我了。 他的声音掩饰不住地雀跃, 可在我听来, 却令人作呕。 我忍着不试, 主动将门打开, 进来吧, 我有话想跟你说。 他看起来很激动, 进门就立刻握住了我的手。 维维, 之前的事都是我不好, 你放心, 以后不会再发生这种事了。 他再三保证, 一定会好好守护我和妈妈。 如果他再早点说出这些话, 也许我还能原谅。 可此刻, 我对他只有厌恶。 他的靠近, 没有让我有半点愉悦, 相反, 我闻到他身上的气味, 忍不住捂住鼻子干呕。 离我远点, 爸爸握着我的手, 又善善地放下。 他向后退了几步, 表情看上去很慌张。 我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出了什么状况, 也许我也要看看医生。 在妈妈醒来之前, 自己的身体可不能垮掉。 维维, 你是不是太累了? 爸爸小心翼翼地开口, 生怕惹我生气。 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是在他靠近时, 那种剧烈的恶心, 让我顿感不适。 现在, 又好多了。 妈妈有记日记的习惯, 你知道吗? 我缓过神来, 从枕边将妈妈的日记本翻出来。 他摇了摇头, 脸上写满了困惑。 你想知道吗? 妈妈跳楼之前都发生了什么? 我漫不经心地开口, 可字字诛心。 爸爸张了张嘴, 半想说不出话来。 本来不想让你看的, 可是我觉得爸爸有知道真相的权利, 我将日记本递到爸爸跟前。 所以看完里面的内容吧。 爸爸, 看看你的妻子, 我的妈妈都经历了什么。 爸爸从我手中接过, 他翻开了日记本的第一页, 只是记录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 他的表情如常, 又慢慢地向后翻阅。 直到停在某一页, 我能觉察出他情绪的转变。 好好看清楚吧, 接下来的每一篇日记, 都是加速妈妈走向死亡的绝笔书。 爸爸一页页地翻阅, 情绪也逐渐失控。 末了, 他合上手中的日记本, 扑通一声, 跪在妈妈的病床前, 我到底都做了什么呀? 亲爱的爸爸, 这是我送你的礼物啊。 当你每次和胡雪球吃蝉, 都是在推着妈妈走向死亡。 你应该记住, 永远记住。 因为有了这份愧疑, 你才会长长久久地活在痛苦中。 我从他手中抽出日记本, 默默地放回枕边。 那个时候, 妈妈一个人肯定很难熬吧? 我撕开血淋淋的伤口, 微笑着说道, 我们都是罪人呢? 爸爸。 我看着爸爸跪队在病床前, 一米八的男人哭得像个孩子, 他狠狠地给了自己几巴掌。 错的不是你, 他的嗓音沙哑得厉害, 是我, 是我鬼迷心窍, 我明明答应过他, 会永远爱他。 爸爸抬头看我, 红肿的脸颊看起来说不出的狼狈, 他咧着嘴, 笑得比哭还难看。 唯唯, 我会赎罪的。 他站起身, 颤颤巍巍地走出病房, 那个高大的背影, 不知怎么净透着一股悲凉。 我收回视线, 却看到妈妈眼角落泪了。 他都听到了吧? 妈妈别哭, 我会让他们下地狱的, 活血猪的孩子打掉了, 我亲眼看见的。 我从医院的食堂打饭回病房, 就看到虎血猪被爸爸的助理拖进医院。 林天峰, 这是我们的孩子啊, 你怎么舍得? 这是他上位的资本, 虎血猪当然舍不得打掉。 爸爸脸上没有一丝表情, 虎血猪, 你没得选。 林天峰, 你个畜生, 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不放过。 他的声音吸引了不少人的围观, 毕竟八卦是人类的天性。 不可置否, 我也在当中。 虎血猪在人群中看见我, 满眼愤恨, 是你, 是你这个贱人, 都是你在背后挑唆, 啪。 不等我开口, 爸爸已经打了他一巴掌。 你口中的贱人, 是我的女儿。 在这之前, 虎血猪可以轻易地将我踩在脚下。 现在, 爸爸却说我是他的女儿。 多么讽刺, 虎血猪做梦也不会想到, 我爸爸会动手打他。 就在他愣神之际, 已经有人叫来医生, 给他打了一针镇静剂。 虎血猪倒在助理身上, 被送进手术室。 唯唯, 要看吗? 爸爸向我发出了邀请, 我提着饭盒, 面带微笑, 要。 虎血猪, 你的美梦到此为止了。 虎血球被强行流产后, 爸爸看上去老了十几岁, 原本乌黑的头发, 此刻竟然已是两鬓斑白。 短短数周的时间, 他像是变了个人。 他跪在床前, 满含深情地看着病床上的妈妈。 病床爸爸没有坐过, 他说他不配。 我也觉得, 所以我并没有阻止。 他愿意跪就跪着吧。 威威, 你回学校吧。 我们很少说话, 大多数时候都是沉默。 他突然开口, 倒是叫我都有些意外。 替妈妈擦拭身体的动作缓了几分, 我要留在这里陪他。 妈妈只有我了, 我不能丢下他不管。 威威, 你还年轻, 未来还有许多种可能, 爸爸苦口婆心地劝道, 你妈妈肯定也不想看到你为他牺牲。 哼, 我笑一声。 我被虎雪珠欺负的时候, 你装聋作哑, 我被校园霸凌的时候, 你视而不见, 现在, 爸爸你终于想起来关心我了呀。 爸爸羞愧地低下头, 对不起, 唯唯, 道歉有用的话, 还要警察干嘛。 这话我没说, 但他似乎并不想到此为止。 虎雪珠我已经送走了, 霸凌你的那些人我也会处理, 说到这儿, 他顿了片刻, 唯唯, 就当是为了你妈, 回去上课吧。 我知道他是出于愧疚的心理, 他想弥补自己犯下的过错。 本想拒绝, 可我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妈妈, 他应该也希望我可以拥有更好的未来吧。 况且, 我还有更重要的是没做。 我会回去上课, 爸爸的脸色露出喜色, 但我又继续说道, 但我有个条件。 他点点头, 只要你回去上课, 什么条件都行。 无论将来虎雪珠发生了什么, 你都不许再见他。 我不会再见他了, 唯唯。 爸爸回答得干脆, 可我看着这样的他, 恨意没有削减半分。 爸爸, 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的。 嗯, 我知道。 所以, 带着愧疚好好活下去吧。 睁开眼的每一天, 都是在为过去赎罪。 我得了一种病, 只要和男人过度接触, 就会头晕恶心, 严重时甚至会引发心脏骤停。 医生告诉我, 这是心理障碍, 无药可医。 我只能守着这个秘密, 谨小慎微地活着。 高考结束后, 我考进了一所985大学。 入学前, 爸爸给我准备了很多东西, 我什么都没要, 唯独留下和妈妈日记本一样的本子。 我想记录我的大学生活, 等妈妈醒来的时候, 可以讲给她听。 幸运的是, 我遇见了江辰。 从小一起长大的情分, 让我们之间的感情迅速升温。 不幸的是, 我见到了胡雪珠。 明明她被我爸爸驱逐出去消失了两年, 她却装作与我熟稳的模样, 挽着我讨好, 唯唯, 两年不见变漂亮了。 我真的很佩服她的脸皮。 她差点害得我家破人亡, 竟然还能恬不知耻地主动凑上来。 唯唯, 这是将阿姨带回来的那个女生吧, 我听我妈提过。 男人都是视觉系动物, 胡雪珠比两年前更加好看, 放在人堆里, 那也是一眼就能看见的大美女。 这种神眼主动找上来, 怎么可能不多看两眼? 江辰丝毫不掩饰惊艳之色, 接着问我, 唯唯, 以前怎么没见你介绍啊? 现在也不晚, 你不是见到她了吗? 我就是打个招呼, 我最喜欢我家唯唯了。 江辰以为我在吃醋, 宠溺地点了点我的鼻尖, 小醋惊。 我讨厌她没有分寸的亲密, 皱眉瞪她, 别动手动脚的。 江辰的笑容凝固, 气氛有些尴尬。 一旁的虎雪珠顺势打个圆场, 微微慢热, 以后就好了。 江辰也没多说什么, 我们各自分开。 虎雪珠却盯上了我, 林薇薇, 咱们好歹姐妹一场, 这么冷淡不合适吧。 哼, 你还记得自己做过什么吗? 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 再说, 你不也已经报复回来? 虎雪珠压低嗓音, 目中隐隐有着愤怒和不甘, 当年你亲眼看着我流产, 是不是挺开心? 咱们这算是一报还一报, 也算扯平了。 我默了默, 做出感慨的模样, 你说得对, 我们都该放下了。 笑话, 怎么可能呢? 她觉得扯平了, 可我的妈妈, 现在还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 我花了三年时间, 考入了她读术的大学。 虎雪珠不会知道, 我们的重逢不是巧合, 而是我蓄谋已久。 我和虎雪珠又成了闺蜜。 虎雪珠毕业后选择留校, 她一直贴着我, 做出跟我是绝好闺蜜, 形影不离的模样。 我知道, 她是看上了我的男友江辰, 还为此强行参加了 给本科生社的话剧社。 我洋装不知道她的心思。 大学四年, 他们成天出双入队, 剧里扮演罗密欧与朱丽叶, 剧外剧男靓女, 不少人都将她们 当作真正的情侣。 但我知道, 江辰想娶回家的只有我。 我是家事跟她最匹配的人选, 与我家联姻, 他们江家的事业 可以再上一个高楼。 唯唯, 等很久了吧, 今天排练得有点晚。 江辰捧着奶茶, 塞进我手里, 给你最喜欢的焦糖珍珠。 呼, 你就只心疼唯唯, 多给我买一杯会死啊。 胡雪珠吸着红唇, 一副被辜负的表情。 一杯二十二, 等什么时候降到两块, 我就给你买一杯。 小气, 才二十二嘛。 我可不像你那么有钱, 过日子, 还是得省着点花。 我明显能感觉到胡雪珠说这话时, 语气里的失望不屑。 这么多年, 江辰一直对他的示好, 不主动不拒绝, 让他不爽了很久。 而让他一直不敢明目张胆, 对江辰下手的原因是, 他还不知道江辰的家底。 如果江辰是个名副其实的富二代, 他大概会跟挖我爸爸一样, 直接冲了。 可江辰日常表现得抠嗦节俭, 节假日还去兼职当销售打工, 所以他一直处于试探的状态。 我搅动着奶茶, 装作不经意间透露, 下个月陈海生日, 给我发邀请函了。 他是陈氏玩具厂的公子爷, 想喝奶茶, 你到时候可以喝个够。 我再邀请他。 胡雪珠笑着挽着我的胳膊, 亲腻道, 那好吧, 什么陈海不陈海的, 我都不认识, 我就想好好陪着我家唯唯吃顿饭。 我微笑着点头, 嗯, 胡雪珠并不知道, 陈海名义上的生日宴, 其实是给他爸选妃。 这对父子俩背地里玩得很乱, 只是鲜少有人知道这些。 为了引胡雪珠上钩, 我自掏腰包, 给他置办了价值数十万的碗礼服。 唯唯, 你也太好了吧, 不愧是我最好的闺蜜。 他真的被感动到了的样子。 一旁, 陪着我们在奢侈品店选衣服的江辰, 也忍不住开口, 得了, 你高兴也不能抱别人的女朋友啊。 胡雪珠调皮地吐了吐舌头, 怎么了, 羡慕吧, 江辰的表情有些微妙, 他看着我, 默不作声。 胡雪珠像是发现了什么, 立刻拔高了声音, 唯唯, 你该不会, 不会什么, 裙子还想不想要了。 我打断他的话, 眼神有些冷淡。 胡雪珠这次到学聪明了, 他勾起唇角, 江辰, 我们家微微自尊自爱, 和外面的妖艳见惑可不一样, 你可要好好珍惜他啊。 江辰笑得很勉强, 但还是接受了这个理由。 我知道我自己对男人厌恶, 抗拒亲密接触对江辰挺不公平, 只是我还需要一些时间慢慢调整。 陈海的生日宴就快到了, 我给胡雪珠准备的惊喜, 也很快就会揭晓。 哇, 那是谁啊, 长得也太漂亮了吧。 没想到陈海还认识这种大美女。 都别抢, 一会儿我去要联系方式。 胡雪珠一袭宝蓝色鱼尾玩礼服, 顾盼生姿, 一出场就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这当然也包括宴会的主人, 陈海。 他毫不掩饰对胡雪珠的欣赏, 跟我随意打了个招呼, 目光又落在胡雪珠的身上。 这位美女是我闺蜜, 胡雪珠。 我只是简单地做了介绍, 毕竟胡雪珠比我想象中更主动。 早就听薇薇说起陈少, 没想到这么年轻, 胡雪珠唇角的笑容恰到好处, 她伸出手, 你好, 我是胡雪珠, 你也可以叫我小雪。 呵, 胡雪珠的野心都写在脸上。 陈海这样的人惊, 又怎么会看不出。 她直接上手, 搂住了胡雪珠的腰, 我们去那边单独聊聊, 将陈递过来一杯香槟, 看着胡雪珠和陈海谈笑的背影, 忍不住整眉。 他们不是才第一次见面吗? 这么快就熟了, 也许有缘吧。 我漫不经心地开口, 端起香槟一眼而尽, 然后将香槟杯重重地放在桌上。 我累了, 先回去了。 我送你。 我来只是为了将胡雪珠送进陈海的手里, 如今目的已经达成, 自然没有逗留的必要。 回去的途中, 江辰看起来心不在焉。 在想什么? 你说胡雪珠不会出什么事吧? 江辰对胡雪珠的关心, 有些超过普通朋友的界限。 我侧目看他, 江辰, 你对他心动了吗? 唯唯, 你知道我喜欢的一直都是你。 江辰握着我的手, 深情款款, 可他并没有正面回答我。 我抽回手, 视线转向窗外。 江辰, 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啊。 胡雪珠参加生日宴后的第二天, 没来上课, 第三天依然没来。 直到第四天, 胡雪珠满身疲惫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小雪, 才几天没见, 你怎么成这样了? 江辰上前掺着他坐下, 满脸担忧。 就是有点感冒, 没什么大事。 我实在佩服胡雪珠, 被陈海父子玩了一晚上, 不死也得脱层皮, 他竟然这么快就回来了。 那天的事, 陈海在微信里都跟我说了。 胡雪珠放得开, 就算在房间里看到他家老头子, 依然面不改色。 胡雪珠愿意忍, 当然是因为陈海出手够阔。 120万的卡蒂亚手表, 直接送给了他。 这对胡雪来说, 是稳赚不赔的生意, 他当然不会错过。 只可惜, 我更好奇, 接下来他会做何选择。 你和陈海, 胡雪珠听到陈海的名字, 下意识抓住了江辰的胳膊。 是不是他欺负你了? 我找他算账, 江辰很生气, 起身就要去找陈海。 我将一切看在眼里, 并没有出声制止, 反倒是胡雪珠, 出声拦住了江辰。 你误会了, 陈海人很好, 那天我不舒服, 还是他亲自送我回来的。 没错, 直接送到总统套房。 这后半句, 胡雪珠显然不会说。 江辰气鼓鼓地坐在胡雪求身, 你不舒服, 怎么不给我打电话? 我们不是好朋友吗? 好了, 我知道你关心我, 可你不是已经有薇薇了吗? 胡雪珠似乎起了兴致, 尽管他对穷逼没兴趣, 但是对于抢男人这回事, 倒是业务熟练。 江辰立刻反应过来, 薇薇, 我只是作为朋友, 担心他被人欺负。 嗯, 我知道。 瞧, 薇薇才不会为这种小事生气呢。 胡雪珠嘴角含笑, 是吗? 原来薇薇这么大方。 他几乎整个身体都靠在江辰身上, 故作虚弱的福额。 江辰, 我好像很不舒服, 你送我回寝室吧。 薇薇, 那我, 江辰的眼力见, 有, 但是不多。 身体重要, 你先送小雪回去, 我下午还有课, 先走了。 江辰得了准许, 单手拖着胡雪珠的腰, 让他整个身体的重量都压在他身上。 胡雪珠略带歉意地看看我, 抱歉, 薇薇, 我可能要借江辰一用。 用这个字很微妙。 不久之前, 我知道江辰和胡雪球的关系已经有了突破。 江辰自己出轨了, 却还要在我面前表演深情。 冠三和渣男还真是天生一对。 我为他们安排了最完美的剧本, 只等着两位主角的登场。 陈海因为欠我母亲人情的缘故, 愿意帮我。 他用外网IP在学校论坛里, 发了一段15秒的短视频, 内容劲爆, 尽管没有拍到脸, 但两男一女的画面令人咋舌。 这段视频立刻刷爆朋友圈, 所有人都在问视频中的女主角到底是谁, 玩得这么开。 甚至还有吃瓜的在线球资源。 同一时间, 我和江辰母亲约了见面, 就在胡雪珠常去的甜品店。 江辰虽然被保护得很好, 但他母亲也是白手起家的富一代, 财经杂志经常会看到他的身影。 因为他对室内积极纳税和解决就业的贡献, 他名下有辆被政府授予特殊牌照的车。 以胡雪珠攀附豪门的野心, 他但凡认真点查, 都能查出每周五晚上来学校接走江辰的低调保姆车, 上面就有江母在室内特有的通行标识。 江辰母亲对我单独找他有些奇怪, 我将胡雪珠的运简单递给他, 垂眸难过道, 阿姨, 我跟江辰没办法结婚, 他和我的好朋友在一起, 已经有小朋友了。 唯唯, 话不用多说, 点到极纸, 看着江辰母亲纸的发白的手, 我知道, 以他的手段, 他会即刻去查江辰和胡雪珠的事情。 胡雪珠过往地装装渐渐, 哪个精得起调查? 众人离场的话剧设后台, 我装在那边的监控有了动向, 还全然不知道自己惹毛了江辰母亲的胡雪珠, 从身后抱住了对镜卸妆的江辰。 江辰, 你和我结婚吧, 我们都已经有了宝宝。 江辰冷笑着掰开他的手指, 胡雪珠, 你配吗? 胡雪珠双眸含泪, 一副委屈受伤的表情, 难道你对我, 真的一点感情都没有吗? 江辰听到这儿, 忍不住笑了出来。 他拿出手机, 点开了那段被疯传的15秒视频。 视频里的女主角是你吧, 江辰伸手撩开她的衣摆, 指尖准确地按在她右腰的位置。 你说我们做了那么多次, 我会认不出你腰间的蝴蝶胎记吗? 胡雪珠脸色立刻变得煞白, 他张嘴反驳, 不是的, 我是被强, 这样的借口。 你以为我会相信吗? 他收起手机, 冷淡地说了句, 以后别再约我了, 我嫌脏。 还有, 别告诉韦韦, 否则我会让所有人知道, 你就是视频里的女主角。 江辰不愧是渣男, 踹走了捞女, 还妄图抓住我。 这场闹剧, 也是时候该落幕了。 我爸爸这么多年, 一直对我深感愧疚, 在得知胡雪珠撬走了我的男友, 他当即让人去跟江家退婚, 并撤走了对江家的注资, 让江家的资金链陷入断层。 江辰母亲一面焦头烂额处理公司的事务, 一面好话说竟让江辰跟我跪着道歉, 我都没有理会。 一番拉扯下来, 江家陷入了财政危机, 江辰母亲正无处发火。 还想用孩子让自己上位的胡雪珠, 全然不知道江家发生的风波。 外泄的视频被人扒出来女主角是她之后, 她连学校都待不下去, 眼看着没有活路, 江辰也不理会自己。 碎咬牙拿着运简单杀到了江家, 大概是想敲诈一笔。 她以为, 一直希望我能够为江辰生小孩的江辰母亲, 就算不看中她, 也会很看中她肚子里的孩子。 可她哪知道, 江辰母亲早就知道她的底细。 江家别墅关了门, 谁也不知道当天发生了什么事。 胡雪珠消失了, 彻底消失在闭市。 作为好闺蜜, 我在煎熬等待她两个月, 却始终联系不上她后, 选择了报警。 江母和江辰被警方带走调查。 原来胡雪珠当日索要500万的打胎费, 被江辰母子奚落拒绝, 胡雪珠气急, 直接要报警用亲子鉴定告江辰强奸。 江母让保镖把她打晕, 用损毁大脑的药物控制, 把她弄到了缅甸。 缅甸罪恶滋生, 一个疯疯癫癫的漂亮女人会遭遇什么, 谁也不知道。 案发后, 江家骨家大爹, 陈海邀请我爸爸与他一起瓜分江家集团。 我爸爸拒绝了, 将集团总裁的位置交给了我, 选择了出嫁。 他说自己有罪, 不期待我和妈妈的原谅, 只希望之后的每次诵经念佛, 都能为我和妈妈祈福。 我漠然不语, 等他收拾完东西离开, 我买了一束向日葵去探望妈妈。 爸爸走了, 我可以直接喊妈妈起床。 爸爸不知道, 妈妈在半年前就醒了, 但他不愿意告诉爸爸。 就当他已经死了, 我宁愿当他死了, 也不想再和他见面。 好的妈妈, 这个家有我们就够了。